政府放宽本地旅行团人数上限后的第一个周末 多间旅行社组团出发 旅游业议会说 目前有大约60间旅行社 超过100个行程登记 本地旅行团人数上限 星期五开始放宽到每团最多30个人 三日年假的第一日 多个本地团上售在港铁香港站集合 第一个团废包的行程是先医图 出发之前领队为旅客量体温 上旅游巴之前也要用搓手液消毒 旅游业议会就派人检查 有没有做足防疫指引 又要求团友填写表格 搭旅游巴期间团员全程戴口罩 车内的容纳人数不多过上限的一半 不过就没有特别分格坐 这个团团费88元 去青马大桥观景台 元朗观料园等 有团员心情着弱 真是自在想出来逛逛 还有吃东西在家里运了很久 所以就是来吃东西也好 去新界逛逛也好 虽然自己可以去得到的 但都想参加一下旅行团的心情 好像开心点 这里有一个景点我没有去过 没有去过就去一下 你这么久没有去 我们时期去旅行 自己做好些预防措施都没问题 旅游业议会说 目前有大约接近60间旅行社 超过100个行程登记 并且陆续在长洲末出发 部分旅行社更加是每日都有出团 旅行社需要签署防疫承诺书 并且遵守多项防疫措施 旅议会也会为领队导游 安排一次新冠病毒检测 母亲电视机者关可为报道 介绍